不少人都喜歡去長洲來個離島半日遊 而早前島上的櫻花已經開了 雖然櫻花樹數量不算多 但因為品種是中國紅櫻花 帶紅色的蟲蟲花飯 滿開的時候很燦爛很搶眼 而園入面最搶眼的 就是這棵有超過30歲樹齡的櫻花樹 開得最紅最盛 樹身有4-5米高 舉起手機隨手一拍都很漂亮 但可惜園入面有些櫻花樹 因為18年的颱風山竹已經沒有了 但19年有種新樹 相信幾年後再來看一定會更漂亮 而且走過來看櫻花都不遠 由碼頭走來都是10分鐘左右 去開長洲可以來看櫻花 所以花期已經過了 都可以接來素食半日遊 好像長洲明麥大魚蛋又怎可以不吃 這間小食店提供很多款醬汁 這個莓汁算中大甜很開胃 而這間文青冰室 亦是很有人氣的人龍店 這款黑糖三色圓冰 泰式奶茶圓冰都很值得推介 或者可以試試Pancake 火腸熟成牛油果 加上蛋香十足的Pancake皮 相當之好吃 這間飲品店主打奶酪飲品 味道很fresh 最後還要吃甘永泰炸魚蛋 手打魚蛋又香又彈 每次來都要Encore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謝謝